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学和机构的访问学者取得了绿卡申请的批准 在这里根据我们的经验 总结了一下访问学者在申请绿卡时 关心的常见的问题 这些问题和解答 对于从中国直接提交绿卡申请的大部分也适用 第一个问题 我能申请绿卡吗 我是否适合 我是否符合条件 如果你在本专业有所成就 有相关的证据 比如说论文发表等等 那就有可能自主申请EB1 NIW类别的绿卡 不需要雇主支持 也不需要通知你在中国的单位 那么我们会提供免费的评估 可以联系我们 看我们你是否适合 是否符合条件 我们会提供免费的评估 接下来说我现在申请绿卡 多久以后能拿到 前后要多长时间 从开始准备签约开始到提交 一般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或者更长 看申请人那边有没有拖延 在提交申请以后 一般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由美国移民局来审理审批 另外有一个绿卡排期的概念 从提交I140到你提交I485 或者办移民签证 如果是EB1类别呢 目前要两年多的时间 如果是NIW类别呢 目前要三年多的时间 这里指的是filing dates的排期 那在申请绿卡期间 我能回国吗 我能回到中国 或者去其他国家吗 可以的 可以参见我们的其他视频 那为什么我现在在美国期间 我不再回到中国以后 来提交这个绿卡申请呢 那如果你早提交 你在队伍里就有较早的位置 也可以早拿到绿卡批准 前面说了有排期 还有孩子超龄的问题 当然赶早不赶晚比较好 另外呢 你在美国期间申请 不管是联系啊 还是找推荐人啊等等 会比较方便一些 当然如果你需要 再回到中国以后 或者你一直在中国 也可以申请 我们有的客户 有此前从来没有到过美国的 提交了绿卡申请 也得到了批准 是杰出人才的类别 他是中国的专业人士 我的医生 那接下来说 绿卡申请要多少钱 这个我们也有专门的 这样的视频 当然这个肯定是因人而异 比如说和医生相比 你说治疗高血压 糖尿病要多少钱 那肯定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 移民局的官费呢 需要申请人另外付 单独的付 也可以参见 我们的视频里面 讲到了移民局官费 目前是多少 我们的费用呢 一般分两步收取 先收一半 批准以后再收一半 那说如果我现在拿这签证 访问学者签证 能够申请吗 可以提交爱幺四零 没有限制 当然你在拿到绿卡以前 你可以办这万货免 或者回到中国 完成两年的服务期 这个同时呢 可以等这个排期排到 这个这万货免和你的爱幺四零申请 是两个彼此独立的过程 互相不影响 先办哪一个都是可以的 我们客户里面先办这万货免 或者先办爱幺四零申请的 都有都可以 那我在等待排期期间 拿到绿卡以前 我怎样继续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呢 如果排期到了 你交了爱四八五 你可以继续合法留在美国 还可以有EAD来工作 排期还没到的时候呢 还没有交爱四八五的时候呢 那么你这个这签证 在办了豁免以后呢 我们知道就不好再延期了 要不然的话呢 原来办的豁免就无效了 如果没办这签证豁免呢 你还是有可能延期这签证身份 即使在交了爱幺四零以后呢 在美国境内 拿到新的DS2019表 延期这身份也是有可能的 除此以外呢 还可以考虑办H1B工作签证 或者O1签证 或者如果你的配偶 在美国有别的签证 你也可以转成家属签证等等 可以参见我们的其他视频 另外呢 如果需要 也还可以回到中国等待排期 并不影响你的已经提交了 或者已经批准了的 按140申请 过后呢 还是可以拿到绿卡 这个我们也有 其他的具体视频讲到 如果说我计划 今后一段时间 换工作 或者换研究方向 或者换专业 那怎么办呢 绿卡还能不能办呢 我们也有专门的视频讲到 绿卡是为了将来的工作 一般来说 只要你还有一项 将来做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就不影响绿卡的申请批准 下一个问题说 我想申请EB1或者NIW类别的绿卡 我怎样找推荐人呢 我们也有专门的这样的视频 简单来说呢 你可以找同行业的学者 包括你的朋友 即使个人认识你 但是如果没有和你共同发表过论文 就可以作为独立推荐人 或者你的实验室主管 导师 PI Supervisor的朋友 或者此前在这个实验室工作过的人 以及其他了解你工作的人 包括在开会的时候遇到的学者 引用你的文章的人等等 下一个问题说 我申请了绿卡以后 拿到绿卡以前 我还能再来美国吗 原则上也是可以的 你在I140申请表上呢 可以选择在中国广州办理移民签证 这样呢 在下一次申请非移民签证的时候 可以表明 说我这一次到美国呢 不准备就留下来 直接转为绿卡身份 过后我还是准备回到中国 在广州领事馆办移民签证 那我申请绿卡 能带上我的配偶和子女吗 当然可以 I140申请步骤呢 是个人的 在排期到了以后呢 可以和配偶以及子女一起呢 在美国境内提交I485 调整身份 拿到绿卡 或者在美国境外 广州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 另一个问题说 那我申请绿卡 能不能不带上我的配偶和子女 现在就我自己办 配偶和子女 另外还有工作 学习 生活 暂时不想办美国绿卡 这样可以不可以呢 也是可以的 主申请人可以先办 然后其他人过后再办 我们也有客户 有这样的例子 另外这里说到 主申请人如果此后 因故放弃了美国绿卡 也并不影响 他的配偶子女 已经获得的绿卡 那下一个问题说 我拿了绿卡 我不住在美国 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也可以 你可以办回美证 Re-Entrepermed 可以参加我们这方面的视频 当然你两年四年五年 不住在美国可以 你说我想二十年都不住在美国 那你办这个绿卡意义就不大 当然像前面提到 如果配偶子女生活在美国 他们的绿卡还可以保护 那如果我的申请没有批准 怎么办呢 理由其指的是I140步骤 那移民局 他如果批准了 当然没得可说 如果他不批准 移民局会要给出具体理由 他不能说我看你不顺眼 所以不批准你的申请 那根据移民局给出的具体理由 我们可以分析相应的针对 然后呢 为你重新准备和提交 不令收律师费 直到申请批准为止 下一个问题说 I140批准以后 那你们还负责后续的步骤吗 是不是说包负责 一直到我拿到绿卡为止 这个呢 我们对于后续的步骤呢 会提供样本文件和说明 前面讲到了 接下来 如果你在美国境内 排期到了 可以交S85 调整身份 拿到绿卡 如果在美国境外呢 可以在广州领事馆 办移民签证 这方面呢 我们都有丰富的YouTube视频和微信的文章 以及视频音频的文件 另外对我们的客户 我们会提供免费的样本文件和说明 如果要我们来准备和提交这样的I485 或者移民签证申请呢 这个因为需要另外占用时间 我们需要另外收费 具体费用呢 根据你的家庭成员人数等等因素而决定 如果说我曾经是党员 这个会不会影响绿卡申请呢 这个一般来说 也不会影响美国绿卡的批准 我们在这方面 也有若干的其他视频 可以参见 如果说我拿到绿卡以后 我会不会就要向美国交税了 我的各种金银财宝 会不会都受到影响呢 这个美国所谓叫全球征税呢 这是你的收入 不是资产 比如你在中国的一线城市 有好几套房子 这个资产 不用向美国政府来交税 如果你在中国已经交过税的收入呢 也不需要在美国重复交税 这个有10万美元左右的免税额度 具体的情况呢 可以咨询会计师 下一个问题 有的人说 这个中美有贸易战 美国又和伊朗关系紧张 全球气候变化 澳大利亚森林大火 会不会影响我的绿卡申请啊 这个应该也不至于啊 不会不用过分的担忧 是吧 还是要focus在自己的生活上 我们这一代的人啊 过去有一段话叫 叫大事有毛主席 小事有公安局 地富反坏专人管 当然这句话可能正就不正确了 咱们还是安心搞生产 那一方面可能这个生活比较空洞啊 无聊的人呢才会过于关心各种乱七八糟的新闻 大部分人呢 当然你除了关心时事以外呢 更多还是要关心自己的人生啊 career 根据我们此前呢 也有其他的视频给大家解释了 根据我们的观察的情况 所谓中美贸易战系呢 不是也要签订协议了吗 等等啊 这个一般来说 根据我们的观察 还不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 包括绿卡申请 最后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美国绿卡带给我什么好处啊 这个肯定是因人而异了 是吧 那比如说 对于有些人来说 会有职场发展 生活便利 子女教育 等等方面的好处 在美国期间啊 提交一份 NIW国家利益豁免的申请 或者EB1的申请 或者都申请 Cost 花费 相对来说并不多 但是可以增加灵活性 增加你的选择啊 多一个选择 此后呢 不管是在中国发展 还是在美国发展 就回到中国 也多一条后路啊 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还是有价值的 这里我们一共总结了 18个常见的问题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看一下 这个对于很多申请人 也倒是有用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